今天早上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三个人齐,上星期我处理下海。 台长怎么办呢?今集又说要吃东西? 等我等酒吧开。听说好像很快,听说是吗? 哇,你觉得很快。 看第二轮,不知道。 今天我们做节目时间是三月底。 现在话说就是。 5月20日要酒吧,不是4月。 4月21日就开晚上堂食。 5月20日才开酒吧。 真酒吧。 很快过的。 你够6月中,试试再。 是啊。 你别硬了。 我在这里试试。 如果酒吧开,我就在现场为大家炮制鸡味酒。 客席调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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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复一下, 其实我这个节目起码要加多两个范畴。 第一个就是, 问号喝什么鸡味酒。 我们不断看海鸣威喝什么酒。 海鸣威当然是dequiry, dequiry, 每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 我们都会提醒, 尤其是, 譬如, 这个存在主义沙特, 在巴黎的时候, 他讲现象学的时候, 那杯跟着酒吧。 要插回书吧。 我介绍那本书是什么, 好, 有本书是说的, 我也是插回来的, 我不是认识的。 另外就是, 画家喝什么酒呢? 不加索。 上次我们说的饭, 都是喝那一瓶会上瓶的。 Apsin。 Apsin。 其实Apsin是为什么会上瓶? 还有, 为什么会有一个精神的作品上。 其实他那一瓶有一个叫做瓦梅的成分, 那其实就相传, 瓦梅瓦梅, 相传就是说会影响到神经。 那也都有一个都市传说, 就说有个人喝完Apsin之后, 就回去杀了家人的。 但是, 其实真相就是, 他喝这个之前, 其实已经怒了很多了。 好了, 那这两个环节, 我们将来可以直接加入。 好了, 我们今天也延续这个鸡皮酒, 今天有没有分享吗? 今天继续分享, 分享你第一杯喜爱上的鸡皮酒。 喜爱上的鸡皮酒。 喜爱上的鸡皮酒。 是的, Cosmobotin。 不是啊, Espresso。 大家观众记得出外景一间, 我们已经到处的地方了。 那我们有没有器材? 不, 当然有啦。 哦, 稍后给大家看看。 OK, Martini,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热门的鸡皮酒? 其实, Martini是一个最简单, 亦都是最难去驾驭的一杯酒。 所以, 那些人会说是鸡皮酒之王, 是Martini。 是, 为什么会难驾驭? 因为, 只有两只材料, 但是, 其实, Depends它的材料的温度是什么, 你放多少东西, 即是, 你那个混合法又怎样, 你另一支酒, Vermove, 你是放多少, 用什么Vermove, 什么饭煮, 什么杯子, 什么冰, 什么温度的杯子, 你用什么, 最后, 后现代, 就不只用Garnish, 比例是多少, 你怎么会处理一下Garnish, 才放到它的杯子,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 很简单的两种东西, 但是, 太多细节在中间, 就可以见真正。 就吃神, 越简单的东西就越难了, 所以就会这样。 好了, 那你今天会介绍些什么, 有得Shake的, 你给你, 上次又说, 台长喝了Espresso Martini, 看你一尸, 很美, 有心心眼, 真的, 你知不知道, Espresso Martini, 有时, 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日头的人已经是会喝的, 而且, 不是喝一杯半杯的, 你一下子, Cat应该都知道了。 各位观众, 你给我一分钟, 各位观众, 看上次节目结束, 我和台长商讨一下, 今集过什么,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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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录节目前一天, 我和我的伙伴说, 我和他一起去酒吧, 另外一个人, 我多了两个人, 我就说, 今天有什么, 我一定不做的, 有一千杯, 我和他一起去, 我一定不帮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杯咖啡, 在前一天, 我自一个, 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在我做得很顺畅, 一些工作, 按聚就班地做, 突然之间有一杯东西, 因为设计太多的数量, 看到那杯东西比较麻烦, 令我弄倒。 所以, 我突然发觉, 我今天很生气, 那杯东西就是Espresso Martini, 那为什么一杯小小的Espresso Martini, 听起来不太特别呢? 其实, 都是像材料, Espresso, Forka, Coffee La Cure, 和少许糖水调味, 或者猪烈调味, 但是, 大家想知道, 一杯高的Espresso Martini, 和一杯好的Espresso Martini, 是可以, 我也可以用15秒做一杯出来, 那杯东西一定会好喝, 一定会玩四个楼面, 好喝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太多的, 譬如, 你要那杯咖啡立即打出来, 然后, 你要搅拌的时候, 很用力, 有技巧地搅拌, 你都要搅拌出来的时候, 都要用所有工具, 你都要用所有工具来搅拌出来, 然后, 大家都知道, 这些Martini杯的形状, 是比较难, 倒三角, 是的, 那就会很容易写, 即是, 杯跟酒还是酒跟杯? 其实Martini, 就应该是Martini杯, 是的, 现在用Coupe也好, 我意思是, 那杯酒拿出来, 运输演有难度, 但是, 那些人一喝开, 就不停, 我第一张单接到, 就一台三角, 一台六杯, OK, 三角, 一台六杯, 同一时间拍两杯, 那会不会, 那杯酒没有那么多杯? 不是,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心机, 和你弄杯那么漂亮的东西, 自己想吧, 这个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我现在有千万, 我已经弄了千万杯东西, 这个不关事, 只是数量, 但是, 心机和你的耐性问题, 我可能不知道有点不知, 我的酒吧, 就知道, 特别的酒吧, 有一些特别的酒吧, 有几板子那么多, 那就不用你去想起, 一些喝开的classic, 来叫的, 那已经有些博物饭了, 还有你三角, 叫六杯, 是, 因为一杯, 一杯Especial Martini, 你可以三口喝完, 其实, 三口喝完, 就再叫一次, 他们有滋要时间做, 那就变成了, 三角, 喝六杯, 喝完头三杯, 立即叫下杯六杯, 那我就有其他桌子的嘛, 这就是, 为什么Esclusal Martini, 一杯, 其实出来, 很漂亮的杯, 是有满足感的, 好喝都是开心的, 特别的一杯咖啡, 我个人喜欢, 或者大家都很互相, 但是, 这个就是, 一杯又爱又有咖啡, 我说过上次, 我喝过这个感觉, 因为都已经几个月了, 但是, 我到现在都记得, 其实我在怀疑, 我究竟在喝咖啡, 还是不喝酒, 两样都是, 你这个感觉很有趣, 我这一口是不是咖啡, 但是, 你没有一次过继续咖啡, 四、二、三、四, 当然不会, 不知道是什么人, 各位观众, 不是不够睡的人, 是迟一晚已经没睡的人, 迟一晚已经没睡过的人, 再来公司, 下午两天才会这样咖啡, 入了状态, 那些人不是要顶眼睡, 是根本没睡过觉, 入了状态, 可以的, 可以的, 刚才提到, 就是, 这个, Espresso Martini, 有四个材料, 是, 但是, 比例是怎样的? 其实, 都是, 但是, 基本上, 就是, 我自己用不开的, 通常就安半, Forker, 那之后, 就是一 shot的, Fresh Brew, 一 shot, 即是, 他一打出来, 30秒, 其实不一定, 酒的30秒, 咖啡的一 shot, 就是, 我已经很药莫了, 咖啡一 shot, 就有少少少, 差不多一只酒杯, 没到顶, 咖啡一 shot, 那之后, 就会有, 咖啡的酒, 就是咖啡的酒, 那其实, depends你的需要, 那其实, 有些人都会, 加少少少, 糖去吊花味, 即是, Sugar也好, 那其实, Moscavado, 糖会好一点, 即是, 好像brown sugar, 那或者honey也好一点, depends你的, 咖啡也好一点, 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有自己的 recipe, 很不同的, 我都是, 当然Forker, 即是, 我做40的, 之后, 就是Shot Espresso, 我会加, 不是, 我会加5ml Evangelical, 10ml糖水, 都过癮了, 是, 因为会就, 我觉得会相似, 而且, 你都知道, Expresso, 你都不用这么大杯, 就是, 刚才你那个 portion, 我觉得都可以, 淋到个漂亮杯, 就是, 有些头很漂亮, 所以, 我又有一个展示, 那其实, 是否说, 这个名字, 下面, 可以衍生很多不同的味道? 其实, 说回上去, 其实, 之前刚才说, 是Martini, 那样的, 其实, Expresso Martini, 虽然都叫Martini, 但其实, 我们会叫它做Neo Martini, 就是NEO, 即是, 新派的Martini, 那样的住用多种酒, 那些可能不是像旧式调充酒, 那些那样的, 麂镜Martini, AppleMartini, Upple Martinini, いullen ビッキーニ Martinini, 那些, 那些那样的家长, 都属于Music debe similar, se spel poder, 像Netflix的Martini, realmente power fine, 很少混合, 但是, 譬如我下一个酒吧, 那这个verage�imen هو maar hmm, 他的感覺要混合了某一個比例 就不一定跟書煮菜式 可以這樣說 因為紐麥丁尼沒有說死的 可能你經常也沒有說死的 大概有概念 很主要的概念 例如你通常有很多威士忌 或者二厘糖的算命 你不會通過了 有時也會 我意思是可以確認很多東西 可以確認很多東西 但我又覺得 這都是新派的世代 以前很多東西都很純粹 例如中世紀的雕客 又要跟著的樣子 比例是多少 不能加 但現在就很寬鬆 也有個好音的比例 也好似乎那一刻的調酒師心情 新派的調酒師心情 總之有客人的分別 是的 但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個咖啡 我稍後會有咖啡機 但是一杯好的咖啡 以你的定義是怎樣的 其實真的 depends on your product 但如果以我以前 雖然在咖啡店做Bartender 但其實我沒有出Expresso Martini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我要求的Expresso是先啤出來的 但我都在想一件事是去克服這件事 那其實就 depends 我以前 說回以前 以前其實我就會用茶 Infuse a vodka 然後就自己做的Coppelicule 其實都是拿咖啡豆去 Torberry 你一定要用咖啡豆 用咖啡豆 就是用酒浸了咖啡豆 然後再倒在糖內 然後再加水 然後再倒回去 然後之後呢 會落了 我以前就因為 真的在一個Bartender比較小 沒有很正確的那些 那些 正確的也會沒有? 不,有用這部 所以就說用那部 咖啡機 沒有很正確的那部 Expresso機 但是就用Home Used Expresso那部 其實那部 做Cottel 真的非常之Cottel friendly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 我們用什麼的咖啡機 但是呢 我也是用家 大家都去過 譬如Starfucks 或者去其他那些 都是那隻 Espresso機 又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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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 那一隻 其實那一隻 你發揮專家 但起碼我知道 譬如 其實很多東西 你不是一部機器就厲害了 很多東西要再調節 要很調節 對 反而我覺得 為何我們接下來用那部 家用得來 調酒師都對 Stable 又簡單 你不用跟溫度 對 不用怕這些東西 反而 現在 我也覺得有時候 這些科技是這樣的 而且很划算 它的Captel 其實有不同的味道 我以前最喜歡 就是用雲尼娜味 帶起這個香味 因為現在我那裡有一個麻煩的 一些咖啡 它玩在蘇伊的Single Origin 就 太過漂亮 太過優雅 就 果香味太厲害了 那有時候 我就真的要去調整 咖啡的Q 所以我都算不太過 所以我都算不太過 那咖啡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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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也是反映 用上兩集說過的Focka 正常就會用一些很香的Focka 那咖啡的咖啡 但是那咖啡酒 和那咖啡 你就真的要去試一試 它的Favorable是怎樣配搭 但其實 如果以好賣的來講 就真的我覺得 Nutty Vanella香 Nutty Vanella香 Vanella香 就真的不會輸 一定是好好賣 當然 那咖啡的咖啡 那咖啡的咖啡 就真的會說髒話 那我叫你喝Expresso 我不是喝Expresso 有些咖啡就會 就是喝咖啡就會很容易 將咖啡的角度去拿一杯酒 這杯都是十大溝女 剋頭之人來的 是嗎 是容易喝的 是是Bartender溝女 喝過巴 好 那我又要做 那不如我們去試試實戰 好 好 好 再見 第二節 倫敦是我最緊張的時間 因為我手震 好 但我們未去十次之前 就要補回第一節我們的圍樓 這個Expresso Martini 的圓在哪裏 其實是英國那裏 就是倫敦 其實是一個傳奇的Bartender 叫Dick Brassel 他在80年代的時候 是製造這杯東西 其實他也是一個 為何叫傳奇呢 古製完 其實他早幾年過世了 另外也是 其實他是 在80年代的時候 到90年代 其實他是製造了很多 叫做Modern Classics的飲品 一個Category 可以叫做一個種類 新的品種 新的大Classic 其實Expresso Martini 就是這一杯 原始在英國 在英國 在英國哪裏 倫敦是好 倫敦的 倫敦應該是全世界 其中一個 調製雞尾酒的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也是一個 很可惜我去倫敦 沒有去朝聖 對 下次知道 龍龍 一起去一下 那你還有什麼 關於Expresso Martini 補充 我們才去做 因為我們正在咬底 所以我叫你這樣 當然 剛才你也說過 喝過Cat的 Expresso Martini 又不像喝酒 又不像喝啡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話說 有一個 所謂的Model 有一次去到 Dick Bradshaw的酒吧 所謂 他就是 頭目的Model 開頭命 其實沒有 沒有人知道 但是有兩個傳說 一個是 Naomi Campbell 一個是 Kate Mose 但是 其實應該是假的 因為這杯是八月不出的 那他們兩個的時候 一個九歲 一個十三歲 應該是假的 這個公司 可能他們比較早熟 那 也是這樣 引指這杯 其實在香港 澳洲等的地方 其實這杯都是 非常之受歡迎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 一起去試一下這杯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開頭的道具 好 那由這邊開始 當然 首先 有杯酒 就是這杯 但是這杯是 Coupe 不是Martini杯 因為 現在其實不太流行 因為 會 因為很難為 柳臉 怎麼洗 不是啊 怎麼拿 拿的時候 你這樣 會容易拿 這樣的話 表面張力會厲害很多 是啊 是啊 然後我又是搭配的 沒錯 我想搭配的 我想搭配的 這次要搭配的 應該要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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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杯是咖啡的 這是什麼牌子 這是 Fugati 意大利 大家知道多些 可能叫Kaluwa 西哥 Tiammeria 它出名一點 Kaluwa 和可樂 那這個是搭配咖啡 這個是咖啡的 可以咖啡 OK 好 好 那 因為 我們很難會隨便 有一部咖啡機 或者是 有一片 就剛好這裏有咖啡機 對 多謝這個提供咖啡機的朋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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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大家都很熟悉 我相信大家家裏 有很多人 有的 因為 原來 大家學完 Xpesson 就給了一些學費 然後大家知道 原來都不太難 在家裏做 對 沒有這部 很方便的 真的改變宇宙 尤其是在酒吧 因為很少開了 十幾萬 扔下去製作 對 因為大家看到那些咖啡機 上次感覺就是 又大過又壓榨 又難洗 又麻煩之外 又很貴 你不會在家製作 你是公司現在都不製作 有些都不製作 對 所以 如果大家在家製作 都不難 這杯Coffhead也需要 介紹給大家 這杯咖啡機 也是先送的 對 不要每個 很多朋友都有 那我們首先 大家介紹這杯Coffhead怎麼辦 好了 首先 準備了一杯 Chill它先 試一試 死我 你應該不夠冷 應該夠 有冰 首先 Chill杯的意思 其實大家有時候見到 一些杯子出來 就是 起零武器 很冷的一些 一些杯子這樣搭上來 可能辣手 才剛才 其實一杯的溫度 都會決定你的杯子自己喝 好不好喝 好了 出了杯 然後呢 我們先打住 尤其說 對 我們先放了酒 對 關上這個 對 然後按一下 等一下 我們這時候 先拿酒 我們先放了 這個 這個 叫Jigger 其實 是幫我們去到 知道自己拿多少酒 就放了 45ml 你拿那個手勢 有沒有限制 尤其是你喜歡怎樣拿 不過 我學一下你這樣拿 對 好 我先學一下你 差不多到頂 差不多到頂 對 我要很帥 這樣倒進去 好了 這樣 倒進去 倒進去 不過不要緊 我習慣了 倒進去 好 然後呢 就 下這個 咖啡酒 大概20ml 這個 25ml 差不多到頂 因為這個25ml 好 好 交給大家 你做什麼 我又做什麼 對 我咬麵 哈哈 好了 那這個就是倒進去 對 OK 然後呢 就 少許糖 薑 真的少許可以 這樣 釣一釣 因為本身 這款酒也是甜的 但我摸下去 你們都是雪都很厲害 夠了嗎 多了少許 多了少許 不要緊 不要緊 這個 這樣 這個咖啡 是否只要一瓶 要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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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進去 這個就是一個 一瓶瓶瓶的 瓶瓶 倒進去 倒進去 我再用這瓶瓶 咦? 剛才那瓶瓶 剛才有兩瓶瓶 在這裡 OK 這瓶瓶瓶瓶瓶瓶 一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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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瓶瓶瓶 Pack 是但 été很方便 現在就準備好這瓶瓶瓶got 前時如果我蘸瓶瓶瓶瓶瓶 midnight 我會將這瓶瓶瓶瓶瓶 mentioned 不懂得放進大瓶瓶瓶瓶INA 其實是螃蟶瓶瓶 這瓶瓶瓶瓶瓶 可以 放進去 needles 這個沒有的,都是放在普通的水煮 這個是很濃的 就是因為它為何呢 因為是冷了 以前我也有這樣做 但冷了之後,Creamer那陣泡不太好看 所以... 因為我有強烈的弟弟 所以... 你是用來冰杯 所以你不用冰了 現在我們事前要試一下味 我們就煮下去 然後... 你可以試一下 這個就是攪拌 攪拌完之後,不是這個就是小雲 這個就是攪拌它 可能你不放下 放手出來 放自己在這裡 滴在手背上 再舔手背 那就衛生了 可以了 先放開它 好,然後... 就因為它這個Creamer Creamer一個 那我先做一下 OK 那這裡有一個... 大鏡 大鏡 但是... 先把冰先放在上面 但是... 有些水 但是... 可以慢一點,讓我先關掉 因為... 我只有一塊 這塊 我先關掉 OK 其實... 因為不太多冰 所以我還是... 不要放在門 不要太大力 我怕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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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出完了 它上次教我拍 為什麼你不再拍 很厲害 放手指力就爆 它又... 很厲害 不知道... 那些叫什麼厲害 這個 哦... OK OK 剛剛好 剛剛好 對 那我們就要給這些嘉賓 一會兒 原來就有事 OK 慢著 你都不吃了 你留面就被我罵了 那麼快要拿出來 最重要的是什麼 裝飾 有盛飾 那呢 就會放三粒的咖啡豆 你會放什麼 我很喜歡放這個 因為其實... 好像放在材料裡面 對 我就喜歡這樣 整個三粒草 其實... 對 有緣釘味 我知道有緣釘味 同一等不切 OK 我有... 我有... 有孔子 同一等不切 是啊 好 那怎麼辦 那就把這個... 倒一些冰下去 倒一些冰下去 對 然後呢 就反轉 反轉它先 按著它 拍一拍 好驚... 喂...拍照 拍照 好驚拍 好驚拍啊 有人給它 是嗎 是嗎 有人給它 怎樣拍 怎樣拍 拍照 然後然後... 其實就是... 要你鬆掉這個 如果不是... 你整身碎了 這樣就糟了 其實你這個扣著 對啊 這個前面包 對 這樣就對了 對呀,使勁你弄到覺得你累的位置 那時候的頭不要搖 對呀,我們打拳,不是打拳,是出拳 好,這樣就拍側巾 這個側巾 你拿手指撐住 這裡嗎? 對呀,一個手刀劍 因為它冷了,所以就換這個 所以我覺得很高 對呀,教他開門 功夫也不同 然後呢 這個,放上去 然後呢,你拿一隻手指 卡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神功 然後就夾住 到了,到了 右舖 右舖嗎? 真的拿這個 很難形容 哈哈 拿這個 對呀,很難形容 好了,完成了我第二杯 第二杯 就拿三粒 三粒 OK,三粒 我通常都這樣 為何你這麼多貨務部 串鏡的問題 串鏡的問題 我們請在我們旁邊的朋友 特別加分 特別加分 咖啡,請酒 喝一下 好,好,好,好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咖啡味比較濃 對呀 咖啡還是酒 喝下去是酒味比較濃 即是Stay到久一點 我先喝一下咖啡 我覺得是凍啡 不,一杯是他剩,一杯我剩 哈哈 很有凍啡 看來都是他的策略 你那邊很多 很多很多 Ross 其實是你那杯正宗 還是我那杯正宗 沒有說正不正宗 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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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很容易入口 好 好 很濃的咖啡味 喝下去 好喝呀 很麻煩 不經不覺 不經不覺 我會喝一點點 因為他之前有個小故事 那個模特兒走過去 找一個Dick Brassel 做的時候 他就說 做些東西給我 Wake me up Fuck me up 所以就 他又在後面看 有個咖啡機 這樣就很硬 那時候有興趣 那你就要去Fuck up 多謝明謝有人提供你的咖啡機 給我提供 不是沒有就沒有這杯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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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